这一段我们的探讨 见忍不是诸恶之门 见己不是诸善之门 我们的探讨 修行中哪一块最难修 忍住了 所以当时 一经是在翻六度 布施慈戒忍入精进禅定玻璃 当时是翻忍耐不是忍辱 但是因为中国人的习惯是什么 是可杀不可辱 后来一经是用忍辱比较好 用忍耐那个力道 还是比不上忍辱 是可杀不可辱 你可以杀我的头 你不能侮辱我 是可杀不可辱 所以我们今天的探讨 也就是我们大家彼此要共勉的 最难修就是忍辱 所以佛陀当时在阴地修行的时候 他金刚经里面讲 佛陀在深山禅坐修行的时候 格力网带了他的兵徽到深山去玩 格力网睡着了 他的兵徽听佛陀开示 后来格力网醒来以后 觉得佛陀不应该跟他的兵徽讲话 他说你是不是有欲望之心 佛陀说我没有欲望之心 他说五通仙人都会有欲望之心 你怎么没有欲望之心 佛陀说我真的没有欲望之心 因为当时佛陀已经无偶像 无人像 无中龙像 无受阻像 那格力网就拿刀子割佛陀的鼻子 双手双脚 耳朵 佛陀说我将来成佛 第一个还是要度你 我当时我没有诚恨心 就是从我没有欲望之心一样 这是金刚经理里面 佛陀跟格力网的故事 当时佛陀对格力网的回报 所以到这一世的时候 格力网到人间来就当佛陀的弟子 而且他是佛陀的亲戚 是吴比丘之一 互使佛陀修行 就是侨存如比丘 吴亮所见第一位尊者 就是侨存如尊者 这是什么 告诉你佛陀成佛 修忍入波罗密 老法书说他洪化一生 他感恩的韩馆长 负责他三十二年 老和尚在吉美图书馆 不管钱不管人不管事 通通归韩馆长管 韩馆长他是菩萨事先 他不是爱管人 也不是爱管钱 他是父持老和尚 因为一位修行者要成就 一定红父 要圆满 一个父法一个红法 老和尚说 红法是菩萨 父法是佛法 所以老和尚是非常感恩韩馆长 他说韩馆长父子三人 成就了我忍入波罗密 你看每一真佛 每一位菩萨成就佛果 都要圆满忍入波罗密 最难修 海鲜老上要往生前 要圆起以前 电工来跟他说电汇 也是要成就沦入波罗密 佛菩萨派电工来 电工自己也搞不清楚 那菩萨事先 海鲜老上问他说 这个夜电贵怎么那么贵 他啪地打下去 打一个耳光 接下来在吐口水 吐在他脸上 弟子看不下去 就要呵斥那个电工 海鲜老上说 没关系没关系 他帮我烧养帮我洗脸 这个就是已经到什么 到忍入波罗密的成就了 才有办法这样 他一到硬无所住 我生起心 他是真的做到内部东西 外部照相 也没有吐口水 有 也没有打耳光 有 但是他硬无所住 因为他我空掉 哪里有被打的海鲜 打人电工呢 没有啦 他能手不握啦 心相一辱啦 他是硬无所住 又能够知道说 他 他给我烧养 他给我 他给我 洗脸 这叫什么 生起心 他没有起一个诚心 就像佛陀当时对歌力王 他没有起一世事成心啊 他没有起这个念头啊 已经到不起心 不动念的地步啊 那这是什么境界 这是法生大事的境界 法生大事是不起心 不动念 是练不退 所以正道 因无所住 真空 而生其心 妙有 真空妙有 延起心空 信空延起 就是入不二法门 这是空有不二 佛门最高境界 空有不二 那 就这里讲 修行中哪一块最难修 忍入 经读得再好 有些人读经也读得很好 他脾气重得不得了 有些人很会做法会 也是脾气暴躁得不得了 喜记很重啊 所以经读得再好 佛运常识说 八风吹不动 一闭过将来 这个苏东坡跟佛运常识的对话 我们上次有讲过 我们现在有用这一段是 修行中哪一块最难修 就是广经老师对他弟子的开示 虽然他是对弟子的开示 也知道我们学习 广经老师上说最难修书什么 你知道吗 忍入啦 你看 活活道统 诸佛所见类统 诸佛所见都是相同的 就是忍入 如果人家三连两仪 就让你受不了 你怎么修行 广经老师上对人路修行 相当有心得 我们就把他摘录下来 广经老师上说 有功夫的人 耳朵不听人的示灰 眼睛不看人的善恶 人家毁谤我们 骂我们恶人善人 都当做没听到 没看到 说说六根不外词 只有那些没有功夫的人 才整天去打听 别人的示灰 斤斤计较 所以 我自己也学习 广经老师上这个开示 我尽量不想去听别人的示灰 也不想去打听 打听是 世人多处 示灰多 知识都是烦恼多 你了解太多的 自己心生走种种法 自己自行苦恼 何必呢 是修行的障碍 所以能不要听就不要听 最好都不要听 若真修到人不见世间过 广经老师上说 寺庙是死亡道场 死亡人系在一起 每一个的毛病都不一样 每一个的习气都不一样 你要在这个环境里面 共修 要在这个团道场里面共修 你不要要求 环境来配合你 你不要说我一定要怎么样的环境 要什么样的道场 你才要去共修 广老说 在家里 父母都不见得顺着你 父母都不见得照你的意思做 何况这里是死亡道场 所以处处都要忍 要随顺 心才能安住 那出家修行 是要在恶力的环境中修 乐环境 快乐的环境 那就不必学了 那就到世间去做事就好了 修就要修那个最坏的 最恶的那个利益 它可以启发你的智慧 它可以成就你的忍辱心 让我们处处无挂 当我们是会发展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就能够走服某一个程度的烦恼 所以现在问题是 为什么你会生起正爱 为什么你会生起愤怒怨恨 是你没有办法走服你自己的烦恼 近年无好丑 好丑其心 所以忍住 我们都知道很难修 为什么很难修 因为我们有根深蒂固的偶知 我们有无始节来 无量无边的贪嗔之慢离 有毛病习记 所以一是会修行的人 一喜欢在逆境中修 广经老上说 出家的意义就是要断恩怨 要愿亲平等 对恶人冤仇的人 我们要平等发愿 要度他们一起成佛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起平等慈悲心 修行就要修这个忍耐性 所以你到成天禅寺去 各位如果到台湾来观光 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去 我们校园讲万般的那种 都没有人指定要到成天禅寺 我下次要指定到成天禅寺 我就不好意思说 都指定那些好的道场器 你要真正去见到 曾经有成就剩的那个地方 就是成天禅寺 你去看广经都是怎么成就的 他们那个地方没冷气 你要在那边共修根本没有冷气可以吹 而且护法严格的不得了 他们那边打那个佛妻 打三个佛妻 有经济班跟普通班 经济班我好像记得是十点多 练活练到十点多 早上三点就起床了 一天睡不到四个小时 你要讲话马上给你挂长蛇牌 我是长蛇妇 我就给你挂一个长蛇 挂三次就请你走路了 不让你打佛妻了 叫你下山 所以他们也没冷气 他们那个热水也没有瓦斯 是什么烧木材的 都是人家建筑公司的工地的 汇气的木材 他们回收把铁钉拔掉 就可以继续烧材了 现在恐怕只有 大概只有我们成人禅寺 才有这样的一个 古代以苦为师的那种 丛林的修苦行的 这个修行 他们那边没有奖金说法 纯粹就是一记佛要词到底 不打钱差的 那边没有奖金说法的 就纯粹就是一记佛要词到底的 广经老师专门度了什么 中下接着 苦的不得了又穷又苦的 大部分都劳工接近 我刚开始学佛去那边 去参加共修 我常常那时候早期 我都会送米啦油啦面啦 我会带点柳送过去 我一直想要再恢复这个习惯就是 把米跟油啊 沙拉油啊 我那时候都买的不错的沙拉油啊 酱油啦 面啦 米啦 我都送到陈仁山社区 他们真的是苦修道场啊 我们广青老和尚很有智慧啊 他要往生钱啊 把所有人家给他供应的钱 全部都捐出去 一毛都不留 捐给法患大姐 盖广青老和尚图书馆 捐给贤账大姐 好像也有捐给其他的佛教团体 广青老和尚心量很大 他往生以后呢 道长没有胜报毛钱 这个好 所以他那个地方正是清修的地方 很容易成就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逆境 困境 苦境 要在恒例中的繁草去修 乱班数 总是要顺别人的意识 数数都要忍 最后你才会得到好处 如果你还分别我是他灰 环脑就惹上来了 广青老和尚说 你做事情很能干 什么都要占上风 老和尚说最后一定失败的 傲慢心 或者你是博士 你是寿司 你学问别人家好 不接受人家指挥 这种人不会再进步的 他也是属于四字变充的 他知识分子 他思想上好像他就赚不出来 他被他的手质上绑住了 起了我慢心 所以广青老和尚说 也也是能干的 也也是有才华的 就要像道说一样更迁徙 要夜碑下千禧 要以大慈悲来待人处事才不会失败 人家侮辱我 欺负我 占我便宜 如果我们能够忍下来 不去斤斤计较 别人占我多少便宜 也不要去挂爱 那你这样数数的夜障就消除了 当下就可以平安无事 平静无事 这样就可以增长智慧 延长我的寿命 有时候你参加法会 你平常也附属这个道场 人家没有给你安排上公斗主 马上就生气 我跑出来了 马上就挂爱 你怎么没有安排我当公斗主 这样怎么修啊 这样数数夜障怎么消除啊 智慧怎么开呢 广泉老师上说 一有才干 一有才好 永远是最悲下的 什么书都要写起晃下 不要除所 不要老是挂在心上 自己了生死才是重要的啦 不要去理会别人演什么戏啦 否则的话呢 你自己跟烦恼过不去 一起剁到山坡道去 广泉老师上美丽探的地址 出家就是要演人这场戏啦 你把人演成功啦 演到掌声如雷啦 别人不能人 忍忍手不能忍 难忍手能忍 难忍能忍 我跟你讲 你就成功了 老师上说很多修行人 就败在哪里你知道吗 我那天听老师上讲这一段 自己啊 也很感慨啊 因为我自己也没做到啊 他说有些人是看得破 忍不够 他也是有办法看得破啊 他看得很开啊 忍不够 所以老师上说 你要重使看得破 你还要忍得过 你看老师上 现在年纪这么大 九十三岁了 多少人在毁谤他 为了无量受精 他始终如一 这就是演人这场戏 老师上的心量 是尽虚空骗化 这也咧 广义老师上说 你演得够 你就是活菩萨 听清楚啊 演人这场戏 演得够 你就是活菩萨的啦 成佛有余 所以这是他弟子的一些回想 是书在 我们要好好体会书的意思 书不在 那个广经老师上跟他弟子讲啊 我在你里面 我这个时候我会教你里面 我不在的时候呢 自然活菩萨会安排 有人在领导里面去修苦行 确实广经老师他是说到做到 他在的时候 他是 道长是以苦为是 到现在他已经往生的 我所知道大概已经往生了 大概快三十年了 广经老师应该有三十年 到现在道荒一点都没变 这很难得 已经换几代住持了 广经老师传给传回法师 传回法师传给道求法师 我跟道求法师非常好 道求法师传给现在第四代的道等法师 已经经过四代了 诗任住持 两任是道自备一任是传自备 道后没变 容忍是以恋佛为主 所以我们台湾的佛教界 只要大家提到 词人就说 一七八 这没有话说 大家都公认了 这道长是道后都没有话说了 怎么经历起来 广经老师传福报大 根基大的身啊 光一步广经老师上开示录 也不离开佛祖三藏所要布经人的范围 所以广经老师当时就意告说 我在我教里面 我不在自然有人会领导大家修苦行 这个叫生死自在 你看都不用烦恼 智慧自然就开出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修忍入啊 能忍入者智慧生 智慧生者无名尽 我们要记起来 能忍入者智慧生 智慧生者无名尽 墨雪在办这个万人念佛 也不能说是没有烦恼 也是在修忍入啊 观观难过观观过 李秉堂说 挑战困难 犯人困难 困难越大 功德越大 我不是求功德了 其实他就学这个 学这个 我这辈子是当官了 那官的习气都很重啊 当官都比较有霸气 所以他们现在见到我 老黄老师现在看起来比较慈悲啊 以前的就是 就是那个官场的霸气还在 那确实霸气 那真的是官场的习气是不好断的 我没有这个造业到 这个造变的这个智慧 所以能忍住者智慧生 智慧生者无名字 别认说我们 不认自己是对是错 还是被冤枉 重要是被冤枉哦 还是唯唯诺诺诺 是是是 唯唯诺诺 以不辨应知 经常里面讲无争啊 哪一件事有比了生子更重要呢 有比往生进度更重要呢 心中不起烦恼 做智慧生 若是直理以人变白 就无名起来的啦 你还在那边变谁对谁错 无名生出来的啦 别人对我们越是不好 我们要越发自卑心善待对方 要越对他 要对他越好 也要度他 不可像世间人一般起承认心 在结缘丑 广经老师上说出家的人要无称啊 无称啊 修行人在这个色声香味处法 夜市顺逆终求解脱 莫写前一次就写一首夜市诵 广老师夜市顺逆终求解脱 无抹不成道啊 修行哪那么简单的啊 无抹不成道啊 佛陀还要八项成道 最后一项降谋啊 无抹不成道啊 成果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 你是要出三纪 你不用再轮回的 不经一番寒测谷 烟得梅花扑鼻香 不出尽苦 哪可能成道哪那么简单 你这样做人间菩萨 要成佛耶 你要教化众生耶 不经苦行 不经魔障 如果去历练无名烦恼呢 修行人就在修魔障啊 拿这个魔障是什么 自己的贪生吃啦 唯有冲破魔障中的无名烦恼 才能得到解脱啊 唯有舍下色身香味处法 心无挂碍 无挂碍 无忧恐不远的颠倒梦想就进内盘 才能得到清净解脱啊 才能显出菩提心来啊 所以修行人不能怕魔障 不能贪图安定顺境 那样子是不会进步的 我们都喜欢顺境 我们都喜欢安定的环境才要修行 西颖大师说啊 你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安住 每一个地方能够自在 恐怕你到其实也不自在 因为你安不住啊 到哪个道场都嫌这个怎么样 到哪个道场都嫌那个怎么样 最后没有嫌你自己怎么样 所以要达到五硬皆空 必须要持戒忍入勇猛经济 改脾气和个性 我也常常叫人家说一定要改脾气和个性 必须要打破无名 以气随眼都好 我们听清文化这样 你平常自在生活去使剑 像我也是一样 我现在就习惯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明明讲好了计划 明明是希望这样 那我们的主见都很深啊 我见都很深啊 我一定要那样 我一定要这样啊 我们这次办那个 物行法这三个系列 我们去台北市立大学 因为刚好天气一暴会下雨 场地又不准我们在现场吃便当 那我就跟我干部研究 他们就提了很多计划 还在餐厅啊 在哪个空的那个广场吃饭啊 我跟他们讲说 简单就好 就在桌边找位置就地取材 就可以吃便当 安置几个地方就好 那我干部他们就没有听进去啊 到前天晚上再跟我沟通 我说你们那个计划好像我觉得实践的可能性不太大 为什么呢 我说你要叫老菩萨走七八分钟到餐厅 因为餐厅距离我们会场大概有七八分钟 老菩萨走不动 我说我带个部队我晓得 我带个部队我知道啊 哪那么简单 这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哪那么 练波的哪那么乖 让你这样指挥调度啊 啊 这个 这个 十个人一排 啊 前后对照 哪那么简单啊 这大家都 大家都 大家都想要求自己方便 我说啊 华会散开啊 要五载的时候 全部你就不晓得怎么去整队啊 果然他们第一天的时候 就乱成一团 没有几个谁印到餐厅去吃饭的 后来他们跟我说 老师你真的 你有先见之明喔 真的没有几个印到餐厅去餐厅吃饭 后来跟他吃了苦头了 然后他们第二天就就地吃便当 我的间里面就地取材 找一个空地 第二天就刺悉井然了 就什么 我那时候他们跟我讲的时候 我说好 只要能够顺利吃完五载 我的水胜好 你们所有就好 我就要学习一切随眼都好 我不堅持己见 是修行 修行在这个地方修行 不是 我是执行长 但是你们认为可行 我已经跟你们讲这么多分析了 如果你们觉得说你们的父案很好 让你们去执行 但是我跟他们现在依告 你们一定会出状况的 三宝加日 三宝加日 后来还是没事 但是确实他们觉得真的是 如我所说的 是有点混乱 就是我们要学习一切随眼都好 夫妻相处知道 只要能够一切随眼 家底是家和万事性 小孩子也是一样 你可以跟他讲 如果不能再讲就不要讲 四十岁以前 四十岁以后就不能再讲 根深蒂固 其实不要说四十岁 二十岁以后就不能讲了 现在大学生哪里给你 让你讲的 小孩子还可以让你讲 有时候小孩子还给你点嘴的 根本就不能讲 是不是 一切随眼都好 如果起了无名烦恼 忍我斗争 那就可惜了 这以上是提到 这个忍辱 见仁不是诸恶之门 见己不是诸善之门 容忍至过 最难修忍辱 这一篇只要在讲忍辱 那我特别引用广青脑上这个开示